出锅啦 这个咸汤圆看起来也太可爱了 嗯 软软糯糯的 口感很不错 问了一下冬笋 40块钱一斤 我想想还是用家里的糯米笋好了 给它洗一下 可以了 差不多了 拿来点这个白色的豆腐干 切成细细的小颗粒 肉 给它肥的瘦的分开切 也是切成丁啊 如果先麻烦就直接搅成肉末也没问题 另外的配菜就是这碗雪菜 就可以开始烧了 先熬油 这个油渣看心情吧 你如果觉得包在里面吃不惯 你就给它捞出来 下瘦肉丁 来一点点老抽 上个色 把笋倒进来 冬菜也倒进来 放点豆腐干 放盐 然后放蚝油 这个馅料就不放生抽了 因为不能有太多汤汁 不好包 我家小孩是吃点辣的 我直接放辣椒进去了 松鲜鲜 好了 这样馅料就炒好了啊 要给它摊凉 今天找了三家店才买到这个糯米粉 能买到这个牌子的尽量买这个牌子 我要500克 这里是600克 我要留100克 170再来一点 一定要用这个开水来烫面 这样一会儿我们包汤圆的时候 它这个皮才不会开裂 加了330克的水 揉均匀揉光滑了以后 要给它盖上保鲜膜 料理半点葱 香一点 一个剂子大概是25克 给它搓圆 可以粘的话 可以蘸一点干粉 中间给它挖个洞 捏成这样的小碗状 这个是我捏的最小的碗口了 然后这一步比较关键 就是稍微给它按一下 然后边上是一点一点收口的 收上来 收到中间的时候捏紧 捏出一个小啾啾 多的就拔掉 OK 一斤糯米粉 包了这样两盒 一共有33个 吃几个汤圆 5的 你拿猪猪叶 10的 10个你吃不完 很大的 100的 水开了 一人煮5个 估计都吃不完 下来以后再点一碗水 小朋友都不给它放辣椒了 出锅啦 好可爱呀 汤圆来咯 想想这个汤圆味道怎么样 那一个小切豆 妈妈 嗯 我想吃 连汤骨外 姐姐都满软的 我吃了 汤圆弹弹 哎呦你的口水 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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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的 这么可可可可可可 这里的鲜是我最喜欢的鲜 这汤圆里面的鲜吧 嗯 我喜欢吃紫菜 嗯 那你多吃点啊 我给你放了蛮多紫菜 嗯 嗯